我這邊是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那我等一下會播放一個八分鐘的影片 針對桃園院 針對市域警隊的申請流程 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播放完影片之後呢 我會針對一些就業服務的支援 然後跟大家做個說明 讓大家了解之後 會有一些相關鼓勵措施 可以去做運用 自治臨近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 及申請失業警部 申請失業警部需具備工作能力 及繼續工作意願才可以勤令 如果已經自行找到工作 並接過錄取通知 經確認有即將就業情形 即時尚溫就業 家寶前都不符合失業警部勤令規定 張小姐你好 我姓黃 我是你的服務專員 往後將提供你 要到你的就業服務 我會依據你過去的工作實驗 及專長 推薦你事業的工作 或者是參加職業訓練 可以要你記住 有份 救服員將提供就業諮詢 依據求職者的工作經驗 及就業目標協助就業 或是運用各項就業措施協助就業 若經由救服員評估工作技能不足 則安排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開立介紹卡 就業中心將協助媒合工作 在您辦理求職登記 及申請失業情部的14天內 至少會開立一張介紹卡 提供面試機會 需於7日內回覆介紹卡 請您依照約定時間前往面試 並於開立介紹卡的7日內 親自或以挖號有機方式 將介紹卡回覆就業中心 如果沒有在7天的期限內回覆介紹卡 將停止辦理當次失業認定或失業再認定 就業諮詢就業促進課程 救服員除了提供您就業諮詢 每三個月還會安排您參加一次就業促進演習課程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經由救服員評估推薦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 受訓期間可以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依實際參訓情形合發津貼 最長發給6個月 那目前有合適我的工作機會 可以幫我看一下 好的沒問題 經過初次的三選沒合過後 這家餐廳還蠻適合你的 好謝謝你黃小姐 希望我可以順利賣入群 可是因為我之前沒有餐飲方面的工作 我又擔心做不習慣 那我離職還可以繼續來辦事業幾次嗎 那小姐你不用擔心 若是你真的有無法適應這份新工作 14天內離職都市為就業不確定 可以用原本配支援離職的身份 繼續辦理事業認定喔 工作是一期 新工作如果不適應 14天以內自行離職退保則 市為就業不確定 仍採任之前 非自願離職之身份 繼續申請事業給付 但如果辦理事業認定時 仍為勞保家保中 或有即將就業事實 仍無法完成事業認定 如果我一直長在工作 那你推薦工作 我又沒進去 那我要怎麼辦 在求職登記14日內 如果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要算安排參加職業訓練 經常和也沒有違反法令相關規定 就業中心將於第15天完成 試驗認定 加相關的資料 提供給勞保局做審查 由勞保局核定 試驗請負發給 除了試驗請負以外 聽說就算期間 就業中心推薦的工作 除了工作地點 距離您日常居住所在 第30公里以上 或是薪資低於您 失業傾訴 請領總額等情形 以保護的拒絕 如果沒有上述情形 而拒絕就業中心 推薦工作 當次失業認定 或失業在認定 將不予認定 不得拒絕就業中心 安排參加就業諮詢 或職業訓練 除了應上病診療 只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者 或未參加職業訓練 需要變更性的住所 經就業中心認定 有困難者等因素 依法不得拒絕 如果沒有上述情形 而拒絕參加就促研習 或職業訓練 依規定當次失業認定 將不予認定 失業在認定 失業給付並非一次發給6個月 若未能設立就業 因於前次領取失業 及付期間 末日至一日期兩年內 每個月親自前往就業中心 申請失業再認定 救服員將於 當次辦理失業認定時 告知下次辦理時間 減負兩次求職記錄 因親自辦理失業再認定 並且至少提供 兩次以上求職記錄 證明失業期間 有積極找工作行為 才可以繼續請領 接受就業每合 辦理失業在認定期間 就業中心將持續推薦工作 辦理第一次及第二次 失業再認定時 應運認定日前 至少開禮一次介紹卡 如人為就業者 於第三次失業再認定後 每月至少開禮兩次介紹卡 失業起訴可以領到60月 那如果往那領完60月 去找到工作了 將會如果不划算 不會啊 王先生 如果你提早找到工作 也穩定就業三個月以上 不但可以領到工作的薪水 還可以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一定比單純領事業給付來得多 而且還增加了保年資及工作經歷 這些無形的收入喔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在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付工作 依規定參加就業保險 合計滿三個月以上者 可以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將一次發給尚未請領之 失業給付金額50% 有關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問題 詳細可詢問勞工保險局 失業期間另有工作收入 每個月的收入有超過基本工資的話 就不得請你失業給付喔 但每個月的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的話 其收入加上你的失業給付的總金額 有超過對頭保險支付80%的部分 會自失業給付中扣除喔 而歐老娘給付依據的是勞工保險條例 失業給付則是依據就業保險法 是兩種不同的社會保險制度 是不影響的喔 失業給付是必須要繳索得稅喔 失業給付是就業保險的其中一項給付 在勞工非自願失業的時候 一離職退保前六個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的六成發給 協助失業者度過求職的過渡期 最終希望失業勞工能夠積極求職 順利就業 透過這個影片 相信你一定對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有了初步的了解 內外救護員還會提供一本 就業保險給付注意事項 有關失業給付權益及義務規定 都有詳細說明 希望大家都能求職順利喔 這個就是針對失業給付的影片 跟大家做個簡單說明 然後另外要針對就業服務資源的部分 跟大家做個介紹 那剛才有看到說 各位勞工過之後 到了各地的就業中心 那我們都是採單一窗口的全程服務 也就是如果說明之後 有職業訓練的需求 申請失業給付 或者是一些就業服務 那我們都會採一按刀底 都是同一位就業服務人員 會協助你去做後面的 資訊需求或失業給付等等的 申請的部分 那後續如果要找工作 那你可以在桃園市政府 救護處的一個 真才網活動這個網頁下 你可以看到每月的一個 真才的訊息 那如果說你要回到家鄉 或者是到其他各地的 參加一些真才活動 你可以到台灣就業通 它也會有個真才活動的訊息 不打 都可以每月都可以在這邊 看到各地最新的一些真才訊息 那如果後續有要職業訓練 課程的需求的話 那一樣是在這兩個網站上 你可以在到試就不處的 有投入職能訓練場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目前開班的課程 那在台灣就業通裡面 也有一個是找課程的部分 那可以針對你的上課地點去做選擇 那可以看到你想要上的課程 都可以在這邊去做搜尋 那另外如果你有想要上一些就業出 近年期活動的課程 那一樣是在到市府的救護處這邊 都可以看到相關的課程 每個月都會有開課的部分 那針對桃園市有推一個就業大碼棍的部分 那它有包含三個部分 一個是青年安心就業站 或青年自主學習方案 跟技術式證照獎勵方案 那首先安心就業站 是針對涉及於桃園市 而且未滿30歲的待業青年 那它只要高中時以上畢業 那經我們推薦就業在桃園境內工作 每個月工資有兩萬五以上 那後續只要有穩定就業 一到三個月 每個月推薦補助有三千塊 那如果穩定就業有四到六個月 那後續有補助有四千塊 那每個月最 每次可請領的月份 最多是以六個月為限 那如果後續針對這個方案 有想要更詳細的 集中立就業中心去做後續的 青年安心就業站的補助詢問 那如果是有青年自主學習的部分呢 就是針對桃園市 會滿30歲的青年 它如果有去上 推廣教育學分班的課程 那每學分會補助五千塊 最高補助的話 就是三學分一萬五千元 那如果你有考到 甲級技術證照的話 有補助兩萬塊 以及技術制證照的話 就是補助八千塊 那以上這兩個方案 就要派桃園市政府就服處的 資訊推動課 可以去做後續詳細的 詢問這兩個方案的申請方式 另外如果是 失業達30天以上的失業勞工 或者是被自願性失業的勞工 或者是零用 交付員訓練解業證書的勞工 他到就業中心這邊去做求職登記 經我們推薦就業 穩定滿30天以後 他可以申請的補助 如果穩定就業一到六個月 每個月有五千塊的補助 那如果穩定七到十二個月 也就是每個月獎勵有六千 十三到十八個月的話 每個月就有七千 所以針對薛工照付員的就業獎勵 每年最長可以補助十八個月 那最高可以得到十萬八千塊 那另外還有跨育就業金貼 他是針對失業達三個月以上的被保險人 或者是非自願性的失業勞工 那一樣是要到公立就業補助機構 做求職登記 那我們推薦去超過三十公里以上 之後也會有跨育就業金貼的補助 那針對青年也有個青年跨育就業金貼 那是針對十八歲到二十九歲 未在學有就業醫院的青年 那也是經我們推薦就業之後 那距離超過三十公里以上 也會有後續的補助 那補助的項目會有一個 是一地就業交通金貼 那補助最常是有十二個月為限 那他是依據不同的距離補助的金額 會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是三十公里以上 會賣五十公里的話 那每個月會有一千塊補助 那五十公里以上會賣七十公里的話 每個月就是兩千塊 那如果距離超過七十公里以上 那每個月就會是三千塊的部分 另外還會有一個租屋補助金 那也就是因為你工作需要 需要在外面去租屋 那會針對你的租人的租金 會補助百分之六十 那最高是發給五千塊 最長一樣是十二個月 那如果因為租屋需要搬家的部分 依照搜據會去做額付 那每人每次最高會是三千元為限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一個就業服務的宣導 那會後我們會將一個求職登記表發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針對目前要求職的部分 幫我們去做填寫 那填寫後再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會寫助您去做後續的 推薦就業服務的需求 那如果有符合以上的相關的一些補助款 的話就可以申請以上的補助 謝謝